浪漫的歌詞 與時而復得的愛情 透過音樂傳遞 邀請情侶們並肩跳舞 玻利路舞曲在各種聚會 甚至葬禮上代代相傳 唱進古巴和墨西哥人的心中 現在玻利路舞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UNESCO駐當地的代表認為 玻利路舞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後 渴望鼓舞其推動 UNESCO表示玻利路舞曲是一項活生生的遺產 在城市和鄉村場景中 不斷發展新的創作和詮釋 在追隨者和承載者的生活中 各個時刻提供靈感 玻利路舞曲是慢版的拉丁舞曲 一八八三年在古巴東部誕生 源於營遊詩人運動 並快速傳播到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國家 它影響現代弗朗民歌舞蹈的發展 也應用在古典音樂上 像法國作曲家拉威爾就曾參考西班牙式的玻利路舞曲 創作出單一樂章的交響曲和芭蕾舞曲 玻利路舞曲能在海濱傳行 也能在餐館左餐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 更創造強烈的文化認同感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 我們會有些人編譯 也會有些人編譯 也會有些人編譯